第1532集 接连的震撼已经让围观之人有些神志不清了 而听到叶晨所说之话后 甚至有人都险些要晕倒了 就算叶晨再狂也应该有个限度吧 对着一名真正的太虚存在 竟然直接出言让对方咬自己 疯子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要命的疯子啊 你 虚意文言一愣 随之便是鹅角青筋狂跳双目冲血 愤怒到无以复加 多少年了 多少年没有人敢这样对自己说话了 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了 眼下自己却在这么多人面前 被一个心窍小辈给嘲弄了 这对于一名太虚存在而言 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侮辱啊 生气了 叶晨邪逆着徐毅笑道 动手啊 站着干嘛 难道还要我让你一招 徐毅浑身的强悍无比的气息 都在躁动着 显得无比狂暴 甚至那些站得很远的围观者 都在徐毅气息的影响下 瞬间屏住了呼吸 满眼震怂的看着徐毅 他们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 现在他们就感觉像是一只 面对着核弹的蝼蚁 徐毅随意释放的一丝能量 都可以轻易秒杀 成千上万的自己 太虚境 太恐怖 但让他们无比无比奇怪的是 为什么听到了夜晨这样的嘲讽 徐毅却还没有动手呢 反而一副再极力忍耐的模样 徐毅确实在忍耐 压抑着自己的怒火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对夜晨出手 因为他身上有印记 看来夜公子有了这印记 便对自己非常有信心了 这时 一个男子的声音从徐毅的背后传来 夜晨向着那人看去 却是眉头一皱 他看到的是一名面容英俊 轮廓深邃 不论是相貌还是身材 都宛若出自天神之手的 艺术品般完美的阴谋男子 这名男子风度翩翩 风门巅峰修为 看上去不超过25岁 脸上挂着一个文雅的笑容 令人莫名的想要亲近 可夜晨看到此人的瞬间 却是心头狂跳 他的直觉警钟狂想 在疯狂地警告着他 这名淫谋青年极其危险 甚至 比那三名太虚强者 给夜晨的威胁感更加强烈 太诡异 徐毅自然捕捉到了夜晨 那凝重的模样 不禁冷笑道 夜晨 你的实力确实很强 应该有太虚一层天的水准了吧 再加上你身上的印记 是不是以为自己就无敌了 没人能奈何得了你了 愚蠢 虚一的声音骤然冰寒下来 夜晨 我承认你的潜力很恐怖 连我等都无法将你忽视 给你时间的话 连我徐家 你有一天也能够不放在眼中吧 可惜你现在 惹到了一个不该惹的势力 即便你再优秀 再逆天 今天也得死在这里 因为你不过是一头自以为是的 井底之蛙而已 这世上有远远比你更恐怖的存在 所以 夜晨凝视着那名淫谋青年道 你是他们派来杀我的 你叫什么名字 他没有理会徐义 此时他已经将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了那名淫谋青年的身上 派来 青年微微一笑道 凭徐家 夜晨 你也太小看我了 不过是他们求我帮一个忙罢了 围观之人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淫谋青年 连十大家族之一的北海徐家 都不放在眼中 更恐怖的是 徐家之人竟然对着青年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不敢有丝毫不满 至于我的名字 青年语气之中带着一丝不屑 恐怕叶公子还不配知道 不过有不少人都叫我吴明 叶晨 李延熙 甚至向阳文言 都是猛的瞳孔一缩 吴明 登玄榜第一吴明 那个无比无比神秘的吴明 没有资格吗 叶晨眼中爆发出了一道战意 他知道 虽然对方只有封门巅峰的修为 但吴明很强 爆发的实力绝对超过太虚二层天 甚至更可怕 不过强又如何 越是强大的敌人 越值得打败 不是吗 希望你死前 还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名字 我对你还是挺好奇的 下一刻 雷霆乍现 叶晨的身影 猛的出现在了吴明的身旁 无穷神念呼啸而出 幻化作神念之剑 斩入吴明的石海之中 而吴明扫了叶晨一眼 面上浮现出一丝不屑之意 在叶晨魂迹攻击之下 竟是连一丝动摇之色都没有 叶晨目光闪烁 看来这吴明比他想象的还要可怕 他猛的抬手一剑斩出 惊天剑芒浮现 众人耳中似乎都响起了一阵神魔低语 那剑芒带着无穷威势展向吴明 在这极近距离之下 几乎避无可避 可是突然之间 夜晨的面色却是猛的一变 而那道极其恐怖的剑芒 也在瞬息之间消弭于无形 风青阳的声音 突然在夜晨的心中响起到 禁灵之术 夜晨神色一领道 什么禁灵之术 风青阳带着一丝凝重道 禁灵之术 即使在神国中 都是一种让人感到颇为棘手的手段 这种秘术 这种秘术只有特殊体制之人才可以施展 其作用便是控制各种真气能量 将敌人的神通武技消弭 夜晨文言也是不禁露出了震撼之色 这也太变态了吧 现在到我了 无名一笑 手腕一转 握住了一柄散发着阵阵清光的长剑 长剑一出 清光便冲销而起 直上九天 这柄常剑赫然是一柄 货真价实的圣兵 一缕剑意浮现在天地间 在场的一些封门存在 竟是克制不住的颤抖起来 几乎都无法站立了 仅仅是泄露出的一道气息 便让他们有生死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 就连那三名太虚存在 都是面露震颂之色 那剑芒极快 夜晨下意识地 就要施展雾化之术躲避 可这时 风清阳的声音再次响起到 小子 别使用雾化 夜晨一愣 却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剑芒已到了眼前 一瞬间 夜晨的身形便模糊起来 化作一阵白雾 那道剑芒从白雾之中洞穿而过 但下一刻 一阵血雾便在白雾之中弥漫开来 此时的夜晨难以置信地看了自己的胸口一眼 此时他的胸口已经被洞穿了一个无比硕大的血洞 幸亏风清阳在最后关头提醒 让他勉强进行了一些防御 否则的话 这一击便足以使他重伤了 但即便如此 他也一点都不好受 这一剑的威力 简直都相当于林雅琴的一剑了 更恐怖的是 这无名的剑芒 竟然破了他的雾化之术 而此时 一群人看着面带嘲讽笑意的无名 简直要晕厥了 包括那些来自神国之人 一个逆天到极致的夜晨就算了 现在怎么又来了个无名啊 这还是05大陆应有的水平吗 这样的天才 即使放在神国 就算是巅峰妖孽了吧 无名看着夜晨却是微微皱眉 他一剑竟然没有将夜晨斩杀 有点意思 无名对着夜晨冷笑道 你刚才所施展的是雾化之术吧 很可惜 在我的晋灵之术下 这种神通是没有用的 不过你竟然没死 倒是让本公子有些意外了 下一刻 无名神色意寒 骤然大喝道 晋灵法御 开 一道无形的波动向着四周扩散而去 将他与夜晨都笼罩其中 夜晨服下一枚丹药 其伤势开始缓缓恢复起来 可是神色却没有丝毫的放松 反而愈发凝重 因为在那道晋灵法御将其笼罩之后 周围的天地灵气都凝制起来 仿佛连调动一分都极为困难一般 若是原本天地灵气 对于夜晨而言 就像水一般轻轻波动 便会产生反应的话 现在的他就好像 深陷在一块巨大的水泥之中 无名对着夜晨微笑道 就是不知道 你还能承受几箭呢 话音一落 他手中的箭芒再次开始凝聚 在这禁灵法御之中 仿佛只有无名自己不受到影响 夜晨面色严峻 在心中对风青阳问道 师尊 这禁灵法御怎么破 风青阳沉默片刻后 开口道 你的斩天一剑 焚天一剑 万古惊雷剑 境界不够 所以才会被他的禁灵法御影响 但有一种力量 却是他影响不了的 什么 就是你的肉身之力 结合你的肉身之力 也该教你第四剑了 这第四剑名为 涂魔灭世剑 涂尔 现在情况紧急 你无法立刻贯通施展 唯有借助我的力量 我若全力 这无名必死 但我可能立刻消散 我若流利 只能施展一部分力量 无法重创对方 还是要靠你 夜晨没有任何思考 选择了后者 他可不希望风青阳消散 只要风青阳施展一剑 他便能感悟 下一秒 夜晨闭上了眼睛 而后突然睁开 那是一双贯穿古金的眼神 那是一双只属于剑的眼神 夜晨身影消失了 化为雷芒 竟然向着无名飞奔而去 向阳 徐胜 郭荣等人见状 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